我妈妈让我看到一个人老了以后的样子 就是你要常常把 你要常常微笑 要大笑 然后常常跟别人说 谢谢 不好意思这样 到了65岁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稍微松弛一点 因为65岁很多人是退休年龄了 就不必再那么努力的要去追求一个成功 或者是那么努力的要去站在那个主角的位置 假设我还有20年 30年 那我希望我未来的生活应该如何规划呢 我有没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太想要努力 所以牺牲了很多我真正想做的事呢 我是不是因此而把很多我想去的地方不断的延后了 那这些事情我觉得可以重新拿出来 让自己的人生呢 有一个新的开端 又或者是也不必每个人都要有新开端啦 就是能够真正的去投入的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会把它当成我人生的一个成绩单 当然这时候就要为自己 自己为自己打分数啦 就说我配不配领这个敬绕卡 我是一个值得被人家尊敬的长辈吗 我觉得是一个 如果我觉得我真的 我真的还可以当成一个合格的长辈 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我的成绩单 我会觉得挺开心的 我在用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什么都打折 我不会觉得很愧疚 所以我要利用这三年的时间让自己有更多的价值 其实也就是我离开学校的一年多以后 一两年我的父母亲就相继生病了 那所以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照顾者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还是会往 中年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去思考 这个部分我应该还是会继续去思考 那我可能会投入更多在教育或是探讨家庭的关系上 说不定我会去考一个心理师的执照 也不一定 因为我对于研究人的心理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我可能会愿意花很多时间去投入做这件事 但是好巧不巧的就是我成为了一个照顾者 那在承担照顾的重责大任的时候 其实每天都有强度很强的思考跟感受在撞击我 那所以我就后来就是借由这个我被中人以我之名跟自称一派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论证吧 就是关于中年人是什么 中年人应该往哪里去 然后中年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准备好 然后步入老年 就用这三本书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虽然照顾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重担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也借由照顾 让我们可以贴身的与老面对面 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老了是这个样子 原来老了以后你连弯下腰 你作者连弯下腰穿鞋都做不到 你就会开始发现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学习老这一刻 以前大家都说我不要造成我儿女的负担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 这样我老了以后就不会拖累他们 这样子的话我在20年前就听我爸跟我妈说过 我本来也以为这一切是真的 直到他们一个得了老年的精神疾病 一个得了认知症也就是实质证 我才发现原来你再怎么努力认真 你活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 这种情况还是很难避免的 我后来就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放弃我的小学堂 小学堂是我自己创办的嘛 那它只有在weekend时间上课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一定不可以放弃的 因为我如果再把这个放弃掉 那其实我觉得我就空掉了 我就没有我了 我就只剩下一个照顾者 我是照顾者张曼娟 这一个头衔和这一个生活的内容 我觉得那我可能就会整个枯萎掉 我就会变得很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自我是一定要保留下来的 这是我为我自己保留下来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一些充电的时刻 比方说我要出去旅行 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再去十天半个月 但是去五天三天可以吧 去一个礼拜可以吧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籍看护 他是真的可以把家里的事全部都handle好 只是以前的时候我会有点不放心走开 那到后来因为父母亲年纪比较大了的时候 我父亲他的强烈不安全感 他会不希望我出门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功课 可是如果你因为他的不开心 于是你就取消了自己原本要预定的行程 留在他的身边你会更不开心 而且你的不开心是会很久的 所以如果我要走得久 我希望可以更多时间照顾我的父母亲 那我就必须要把自己照顾好 其实我也是蛮想呼吁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养老这件事呢 或者是说长照这件事 真的不是每一个家庭的事 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 国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太多的中年人 也许是五十几岁或者是四十几岁 他就投入了照顾之后 其实这是整个社会人力的一个耗损 有一些人他可能没办法做全职 他只好改成兼职 有些人连兼职都没办法 因为他花太多时间照顾 所以他就只好立一职 那这个事情就是让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或者劳动力或者是人力 就会下降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 是在政策制定上 我觉得还需要更加强的部分 我觉得你要开始为小事感到开心 像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开心 别人说你怎么都没有笑 然后我就说我笑什么 我说不是啊你带笑没有 又没有什么好笑的事干嘛笑 可是我现在想法是 只要没有发生很大的坏事 只要没有不幸 我每天都应该笑 因为我就觉得很棒啊 不是吗 就是很多时候是一个转念 就是你的想法改变 你想法改变了以后 就会让你的人生好很多 所以我后来就是变成 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 你知道有一种游戏叫快乐练习吗 就是要快乐练习啊 就是有人讲说 你口袋里的十块钱不见了 妈妈说来你做快乐练习 然后你就想说 还好我丢掉的是十块钱 不是一百块 然后爸爸就在旁边说 而且剪刀的人会很开心 快乐练习啊 快乐练习啊 就是最近开始流行一个名词 叫做壮世代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听起来 好像会比银法族 或者是什么高龄啊 或者是长青啊什么的 要更好听一点 所以他们就觉得 要叫做壮世代 我妈妈让我看到一个 人老了以后的样子 就是你要常常把 你要常常微笑 大笑 然后常常跟别人说 谢谢 不好意思 这样 我喜欢轻盈共居 我喜欢像有一种就是 复合式的居住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还有老年人 他可能有中年人 还有年轻人 可能还有单亲妈妈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比方说 如果有单亲妈妈 我觉得我可以帮小朋友 做一点克服啊 但一旦当我失去 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而且没有办法自主的时候 我就要赶快进机构 我以前很社交恐惧的 我很社恐症 我不想认识朋友 然后我也不会主动 跟别人打招呼或什么的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自处 那我就有些年纪 慢慢大一点了以后呢 我这个想法会有一点改变 比方说有一些很特别的 有才华的人 或者是一些很温暖 很friendly的人 我就会蛮愿意跟他们接触 聊天啊什么的 那所以我在想说 我相信我自己 因为我的社交方式的改变 所以我相信我的人生 也正在改变之中 你现在就会得到你 因为我的社交方式的改变 对不用这个改变 我相信你 因为我相信我的社交方式的改变 我相信我相信你 你真的又不会在买 如果你就不会在弱 那里面 不是有关变 但我相信你 你真的有力